這個短片喔,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有提到說,劍羽如果點了最後一招之後啊 反而傷害變少了 那其實後來人家有發現,你要這兩個東西同時點 一次性造成所有傷害 然後還有這一個同時點 這兩個要同時 那你其他的可以自由去搭配 那這時候傷害就可以打出相當高了,給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他如果身邊的怪物越多的話 傷害也越明顯,你看喔 20萬的,你剛剛沒有看錯了,20萬 來喔,可以繞整張喔 射一下 10萬啊 然後如果他站在你身邊的話 射出來會更痛,我自己有感受過 在自己的頭上開 射下來的話 算比較痛一點 像這個直接就可以秒殺了 喔,還有半條血 所以你劍羽如果要點最後一格的話 你要連那一個一次性傷害的同時把它點下去 那他如果怪物越少 射出來的傷害就會越低啊 你看,剩4萬多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也沒有什麼好投資啦 因為你在打王的時候 你還是用不到啦 那你刷群怪的時候 坦白講你用這個刷就已經夠了 好,那這個就是劍羽喔 之前有問題 然後這次再透過這個影片跟大家補足 說明一下